I love you 這個盤真的很好 商業全部都是一體化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屋苑 其實是住宅、商業、寫字樓 一體的規劃 即是雙用一體 可以看到 這一片就是我們八萬平方的商業中心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這裡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走過來 過一個紅綠燈 就是我們的錦龍地鐵站 因為這條是平山大島 這條是錦龍大島 所以我們都是處於一個交匯處 但一過來就是過一個紅綠燈 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紅綠燈過了就是我們的地鐵站 葡餅 紅綠燈 我們都沒有幾個雪 我相信 我們都till 後ют Life was escaping me I couldn't find myself Til it was all Lost out anymore I'm holding on to all the pieces Of my heart's defeat Til it's time I'll I'll pull it together And fix myself eventually And know it's mine I found gold in the wreckage Put it on the necklace Keepin' it cause I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Mai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Vin 今天和Vin又来到了深圳 现在我们所在是深圳的平山 后面就是地铁14号线的錦龙站 我们香港的朋友正常如果过了关之后 直接搭过地铁 转乘在江夏北 回来这里大概是40分钟的时间 都是非常之近的 是的 Vin又说他自己是深圳的水盘王 我想知道今天有什么美的东西给大家呢 那我们现在说回了 我们现在是平山的属于中心区的地带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对面的小区 其实已经入住非常之久了 可以达到95%以上 是 是不是 公交车啦 是的 公交车啦 然后那边的商业配套 其实都已经很成熟了 大家看到有麦当当啦 Banker啦 还有那些大型的商超都在那边的 嗯 那当然啦 等下的话 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那边的楼本 是的 那些商业 然后我们 这个楼本是属于哪个位置的 平山中心区这个位置 最中心 距离这里大概就 500米 500米左右 是的 那我现在就为 听说还有现在推进的这栋是 楼王单位 是的 还送 送首货 首期 20万 送20万给大家 是的 那事不宜迟我们可以去前面看看 那大概就500米左右啦 我们可以计时走过去 现在是28分的 那我们可以往前走 往前走看一下这个时间 帮大家实测一下这个距离 大概是多久啦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 左手边呢 这里有在动工的 这个呢 我们深圳主要呢 是做个叫做 地下的综合管囊的设计啦 嗯 这个管囊设计呢 其实是这样的 是将地下滑开个大隧道 将我们所有的整个平山的那些 电力啊 物力啊 那些电啊 水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些通讯啦 全部是在地下综合管囊 那它其实呢 就是不像好像那些旧城区啦 什么电线啊 什么都可以看到 这里是没有的啦 嗯 那这个新城市的发展的话呢 其实都是突出了 这个地段的话呢 就是属于比较中心地段的 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 投入去入边的啦 是的 那还有呢 这里属于中心区啦 中心区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商业各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之旺 非常成熟的 是的 是啊 看到刚才对面那里啦 逆旺啦 那除了对面那里 那现在我们在走那里 更加丰富啊 那些 更丰富?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走过去的 就是我们天同 然后天同呢 来我们的项目 就是一个红绿灯的位置了 哦 就是前边 是的 是的 没错了 那就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说这个配套是很成熟的 大家都不用担心 平时 是 那些 买那些生果啊 那些 就是生活中需要的东西 就是一落到楼下就可以买得到的了 是的 那些现在楼下的那些呢 就是非常之旺了 人流量都是很多的 哇 那些买东西的啦 那我们如果自己平时回来的话呢 就是下了地铁之后啦 肚饿的话可以吃点东西啦 很多东西吃的 嗯 有吃辣的 那些面啦 拣餐啦 或者吃粥啦 吃包啦 四式的披萨都有啦 哈哈哈 披萨啊 是的 那下次请我吃 OK 没问题的 我喜欢吃披萨 现在不敢吃 怕肥 哈哈哈 那不是 但是吃是喜欢吃的 是的 可以再来看看 那这些美宜家啦 就是简单的那些 试多 买东西的 试多店 试多店 早餐啦 腸粉啦 是的 比较多旅行可以选的啦 吃的都是比较丰富的 嗯 所以呢 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下了地铁之后呢 慢慢走回来的话呢 就是 几分钟的时间啦 那你一直走下来呢 就有很多东西选的啦 是的 或者可以买那些羊肉啦 牛肉啦 牛肉啦 可以买你自己回去煮食啦 嗯 是的 就是说了这么多 都是想跟大家 说回这里的配套啊 真的好旺 好旺 是好旺 再加上我们现在去的那个盘 还是 双地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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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 现在已经有一条是成熟的 大家都知道啦 十四号线 是 那现在还在那里 在那里 不是在规划中的 是在那里的十九号线 哇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錦龙地铁站呢 就是它的一个 属于中间间的一个转接点 这个意思啦 所以就说 这个 这个錦龙 这里呢 是以后 这个片区的 这个 是的 转 中转站 我可以这样理解啦 当然看到啦 现在就是十六点的三十一分啦 我们现在来到了啦 对面呢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在卖的这个中心地段啦 就是佳华沙湖港场这个楼盆的位置啦 那我们在过去对面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楼下的那些商业啦 两边都是非常之旺的 看看 这里后面的一粒啦 还有这楼下的一粒啦 里面呢 还有非常之大的那些商业的 天雄啊那些 有四点三 四点五万方的这个商业 所以呢 其实是非常之足够的 对面呢 看到啦 现在我们看到最高的那一栋呢 其实是属于写字楼来的 那这个办公的写字楼呢 之后也都是会有出租的啦 那这里呢 就租金都不算便宜的啦 他自己楼下呢 是自带有 八万方的大商业啦 就是什么 就是哪一层的都有的 商业啦 我们的那些 那些那些花园的设计啦 泳池啦 什么都有齐的啦 嗯 所以目前来讲 整个中心的地段来讲是最高端的楼盘 没错啦 嗯 还送来装修 然后 之后 大家刚刚讲的那个八万的商业啦 是 年底 今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招商哦 哇 是啦 那就是说 给它多一年时间 它招商啦 是不是呢 那我们一年之后 就可以享受完这个整个配套啦 哇 是啊 是不是很赞先这个楼盘 真是厉害啊 那现在可以看到啦 这里就是天红啦 天红的入门口的位置啦 那这里全部就 哇 那些面包好香啊 是啊 星巴克的咖啡啦 肯德基啦 前面有肯德基的啦 那这里进去呢 就很多买那些护肤品的啦 买三副鞋物啦 超市啦 街铁面包店啦 就什么都很丰富啊 是啊 其实这里 这里是有对面 也是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些街铺 都是非常 已经全部都开了叶哦 哇 真的很旺这里 你直接下了地铁回来 你一边走路一边 散步 想喝咖啡也可以 想买东西也可以 就是自己买东西回来住 也都可以的 非常方便的 那现在我和阿V一起 我们进去商场里面 给大家去看看 这里进来之后呢 就买东西都是非常多的 有一天来就是我们的 哇 三副啊 卖三副啦 化妆品啦 是啊 那上面还有几层的 这里很多买护肤品的啦 黄金铺啦 那些东西都是 我们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啦 sow time 女孩子最喜欢的 行鸡的时间到了 是的 这个面包店 街田的呢 在内地是比较出名的 很出名的 是的 在这里买三副的啦 那这里呢 还有楼梯可以直接上去的 是的 那可以买手机铺的啦 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啦 嗯 那这里上去呢 就是我们的天红啦 超市啦 那些东西买的都是比较多的 有几层的 这里上去 这里是落的这个位置啦 上面呢 还有是三层的 所以这个整个大商业的话呢 相对比来说就是比较全面的 全面 是的 我们平时买东西啦 走啦 或者买些护肤啦 都是ok的啦 可以在这里玩一下 散步 是的 主要是近我们说 下了屋苑就是这里啦 对面就是啦 4.5万方啦 那我们自己屋苑楼下有8万方的商业 是的 我觉得会更加大啦 没错啦 那现在我就和Mai一起去到我们自己屋苑的楼下 帮大家介绍这个情况先 好啊好啊 待会见 那看完刚才的商业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佳华沙湖广场的售楼中心这个位置了 可以看到现在后面的售楼中心了 先看回周围的环境 那这条路 人真的超级多啊 今天因为现在这里刚刚开始加班 所以超级多人 那这条路直落呢 大概就是1.5公里呢 我们也都是有个楼盘 是卓越的惠南左岸 也是在卖的 现在也是在做一些大活动 最低5万元就可以上会了 那卖价值也是比较多的选择的 那我看回现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位置 人真的很多 那就是因为呢 这个盘其实属于叫做平山中心区 是的 比较大型的楼盘啦 商业啦 那些写字楼啦 什么都有的 现在上面这一座 现在这里呢 就是197米的这个高度的那个写字楼啦 现在都是搞得差不多的了 到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加上那个写字楼啦 和我们的商业啦 再统一开始招商的 是的 看到现在我们右手边 左手边 上面的这里呢 一共是有四层的层高 这四层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做大商业的 差不多加加上了 有八万多平方 嗯 底下还有一层的喔 就是还有一个负一楼 负一楼啦 是的 加上一个五层的层高 哇 那然后呢 前面这里 就是现在我们前面这里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路呢 就是叫做 呃 錦龙大道 是 那这条路呢 可能有人问啊 哇 你就在路边会不会吵啊 其实不会的 因为这条路呢 全部是地下沉饰的这个设计 嗯 所以我们其实那些车呢 全部是下了地下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大声的 不用说担心这个问题 是的 那现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很大的商业啦 商业全部现在都 呃 看得差不多 开始收尾的啦 呃 很多工人 就是工人都很勤力 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呢 都在那里 还在那里拼命滚工啊 是啊 拼命滚工啊 嗯 那看到 我们早期之前拍过的啦 拍过一个呢 就是前面这个呢 就是五栋的 这一座五栋 五栋的话呢 都是有卖的 之前卖的呢 有69平方啦 有83个平方啦 就是两房三房的都有的 那今天主要是推荐给大家的呢 可以了 可以了 先跟我们过来看 主要是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六栋的 呃 因为大积呢 是刚刚才加推 也是最后一期的啦 这个大积的 是的 看回这里就是上边啦 现在我们上边的这里啦 呃 这个位置啦 这里有一栋啦 啊 六栋的三单元啦 六栋二单元啦 和六栋的一单元啦 这三座现在就是在卖 就是现在要刚刚开始加推出来的 嗯 主要呢就是83的三房啦 95的三房两个厕所 和113的四房 绝版户型啊 是的 所以这两个大积的话呢 就是非常之抢手啦 你看今天才是星期六啊 今天是正常上班 因为今天是要加班的嘛 保班的 但是现场也是非常之多人的 人是很旺的 那现在我就和Vin呢 去到我们的售楼中心 和大家再 讲回我们的交通啦 是的 我们的沙盘啦 和一会儿和大家去看我们的示范单位啦 嗯 待会儿见啦 Hello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和Mai 来到我们的售楼中心啦 那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区委图先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一眼看过来 是有三个圈圈的 那这三个圈是代表什么呢 然后最右边的这个圈圈 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平山的高薪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工业区 那些工业啊 全部都是在这边的 然后第二个圈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行政单位区啦 就是政府啊 那些部门啊 全部都是在住在这边的啦 然后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区 这个区就是我们的住宅 和商业中心区啦 可以看到我们的屋苑 就是尼属于这个区的中间间的位置 所以我们的屋苑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之厚的 那接着呢 就跟大家讲回我们的这个七行方式啦 就是大家在关口啊 怎么过来这边呢 那第一种方式 无论你在罗湖啊 或者是在福田 你出了关之后 最直接的方法 你就是打步滴滴车过来啦 罗湖过来的话 大概就是三十分钟 然后福田就远少少 可能就要去到四十分钟 就可以到我们的屋苑楼下啦 那现在就帮大家查一下那个飞驾先 是 那正常我们联堂过关之后呢 直接打步滴滴滴车到我们的屋苑楼下 正常的话呢 打步车大概四十多到五十元左右啦 好多车的类型都可以选择的喔 或者呢可以直接拼车啦 拼车才是三十一元或者三十三元的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价都非常之低的 大概的时间都是半个钟的时间 就是三十多分钟啦 就可以回到的了喔 嗯是的 那第二种方式呢 当然是我们的便宜靓镇的出行方式啦 地铁呢 是不是先 因为我们这个深圳的地铁是规划得很好的 四通八搭 那我们在罗湖口岸 在福田口岸这边出来之后 换成一个站就可以到我们的江峡北站啦 然后江峡北站直接换成十四号线 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屋苑楼下 这个感农站 然后这个感农站呢 就在我们的屋苑对面大概五百米 也就是说你下了一些地铁之后 你就大概五分钟就走到我们的屋苑楼下啦 然后如果你是在罗湖这边过来的话 那你就直接到这个大运站啦 是不是先 换成地铁到这个大运站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运站是比较一个大的换成站 所以它是细通八搭的 那到了大运站之后呢 就可以换成我们的十四号线 同样到我们的感农地铁站 出口 出了也都是我们的屋苑楼下啦 当然啦 有些朋友会问 我在西九龙可不可以搭高铁过来啊 OK 没问题的 即是你在西九龙这边搭地铁的话 直接搭到我们这个平山站啦 大概时间就是在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山站啦 出了高铁之后 当然啦 都有公交车可直达到我们的屋苑楼下的 那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打一部跌跌跌车 大概三公里大概五六分钟 就可以到我屋苑楼下的啦 嗯 那如果是正常的 我们平时搭高铁呢 可以看回啦 如果在香港西九龙的话呢 直接买飞 那就可以回到我们深圳平山 九十一元左右 就是五十六分钟的时间啦 即是如果你包括过关啦 所有的时间 就是下站 出站大概就是国中之内啦 如果或者呢 你们香港回到深圳北站之后的话呢 亦都是非常之多次回到平山的 那都是才十七分钟十六元的 所以票价最便宜十四元都有的 他的这个出行方式呢 又快啦 专人专座啦 那还有票价呢 都是非常之划的喔 是啊 那其实都还有最后一种方式的 就是我们说开车过来 对吧 那我开车可不可以过来 那ok 你在罗湖关口或者福田关口 出了关之后 你直接就走这条 衛深沿海高速啊 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平沿通道 直接转我们的平沿通道 在这里下了高速之后呢 十分钟就到我们的屋苑楼下了 嗯 所以这个交通啊 听起来很多样化 就是四通八达 是的 四通八达 就是你们大家可以选择自己一种 比较喜欢的测行方式过来 是 那就跟大家 接着来跟大家讲回我们的一个 配套设施先啦 好啊 那个商业配套 我们的屋苑是自带了十万的商业配套的 是 然后屋苑对面呢 有个天虹商场 是 然后除了这个天虹商场之外 这周边的那些楼盘的底箱 已经全部都已经开业了 就是有花果仙啦 米尔街啦 就是日常都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 那你说如果你想去比较大一点的shopping mark 有的 那在我们的錦龙地铁站 换成一个站就可以 不是换成 是直接搭一个站 到这个站之后下了就是我们的益田价日世界 嗯 那 除了这里 其实还有的 是 我们的錦龙地铁站 搭小个站之后 就到我们的大运 就到了那个星河沟多帕 是吧 一到了大运之后 那你说 那你说 所谓想去楼湖区啊 那些什么万象城啊 嗯 嗯 其实都很近的 是 大概都是20分钟左右 是吧 是 就是 就是 之后 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 一到屋苑楼下 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河盘的景色了 是 那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 青丰岭这个公园啦 是 还有这个彭西国家扩山公园啦 就是 令我们的项目都是很近的 是 那跟着呢 就是我们的医疗配套了 那医疗配套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 新平山人民医院 它在 它在 建设着的 因为 旧那个人民医院 令我们的项目的话 其实都不远 所以刚才说了 这些医疗配套 现在要 搬过来这边 这个平山医院呢 是预计在年底 就可以正式交付到 给我们使用的了 然后旁边呢 就还有一个 深圳医科大学学院 是 这两个医院 都是整个平山最厚的三甲医院 是 就利属于 它现在就利属于 在我们这个区域这里 那我们 是啊 那我们去的时候 就很快享受到这个配套了 是不是 那 其实都还有一个 那个学校 就是 你们说 过来了一个小朋友 要读书 那方便不方便 OK的 这两个 科研实验小学 和那个科研实验小学 是 划分到了我们的这个楼盘 就是我们是 可以说 都不可以说 学区房 但是它是 划分到给我们的屋院 我们在这里 可以直接读这两个学校 已经确定下来的了 是的 那除了这两个 还有这个中山中学 这是中学来的 这个新峡税学校 这个两个都是中学 那你说要 高中 那去哪里 高中 就是这个平山高级中学 那大家都知道 平山高级中学 这个诗真是非常OK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屋院 是被这些学校 全部包围住的 所以都是说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嗯 那接着来 跟大家说回我们的 那个沙盘 对不对 好 好 相用一体 对不对 可以看到 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 八万平方的商业中心 现在是 年底就开始招商 到时候就可以交付给大家使用了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 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走过来 过一个红绿灯 就是我们的 那个 錦龙地铁站 因为这条是平山大道 这条是錦龙大道 所以我们都是处于一个交汇处 但是一过来的话 就是过一个红绿灯 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红绿灯 过了就是我们的 那个地铁站 那沿着地铁站的周边 那些底箱 已经全部都已经 已经使用了 就是交付给大家使用了 就是那些 平时你去买水果 买菜那些 你都不用担心了 是 然后对面 正正对面 这隔壁 还有个天龙商场 嗯 是的 有五万方的大商业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就和大家介绍 现在在卖的是哪些户型 好 是 现在我们在卖的是 六栋三丹圆 这里就是八十三个方的 八十三个积 然后还有一个 九十五的 在这里 九十五就是三房两个厕所 是的 没错了 然后还有一个一百一十二的 就是这边 因为它是分开来卖的 它这个开发商有点任性 一条腿一条腿一条腿去卖 是 那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百一十三个积 现在就买了 但是这个一百一十三的 不多了 刚才他们大佬跟我说 成本最后十套 十套 是的 然后十套卖完就没有了 这里就没有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六栋一单元的 这里就是九十五个方的 是的 都是三房两个厕所的 没错 没错 然后再和大家介绍我们的 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 这一条就是我和大家说的 一个平山河 对不对 其实在一幢 这些比较高的楼层 是可以看到一条河境的 哇 是的 很漂亮 是的 那屋苑 小区里面自大了 有一个幼儿园 幼儿园在这边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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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泳池 1300平方的泳池 是的 好像比那些更加大一点 更加大一点 是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一个 环小区的一条六道跑道 是吧 是 这些应该应有的 是 然后它那个六花做得非常之大 非常之多 是的 那 说到现在大家很心急 想看视频单位 是吧 是的 因为之前我们卖的 就是五座 之前和大家介绍了的 五号楼这个单位 那这里 都是还有些些单位在卖的 那现在主要就是 家庭是六栋的 叫一二三 这三个单元 是真正的楼黄位置 最靠近我们大门口的 和对我们楼 那些商业都是比较近的 现在卖的新家 都是最后一期的了 83平方的一房 三房一个厕所 95平方的三房两个厕所 113平方 亦都是三房两个厕所的这个间局 那所有都是属于三梯五户的设计 46层的层高 三梯五火 46到47层的这个层高 那它管理费呢 都是比较便宜的 3元9一个平方的 那现在它全部都是送来装修 还有除了新家团呢 它的首期也都有新政策 那是有些是赠送首期的那些活动的 那现在我就和Vin先去到示范单位 给大家看回我们的户型 是的 和大家说回现在最新的价钱和首期的情况 待会见 待会见 Hello 那我和Vin现在来到了示范单位了 六栋的这个二单元的位置 那也是我们今次加推的 这个六栋一二三单元 那在卖的加推的有83 95和113平方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积就是83平方的 是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格局 那这里是进来位置 然后是厨房、餐厅、客厅、露台 就是一体的 然后这三个就是我们的房间 这三个 然后这里是卫生间 OK 那现在就看回我们的这个交房标准 就是这样的 是的 看一下这里 听一下这个声音是否很实呢 实心的 这个很重的门 哎呀 它这里卡住了的 然后这个密码锁 也是给到大家的 如果你想说换厚一点 要连识别的那些 这个没有的 嗯 那你就要用自己 用两三千元去换过的 那OK 来到我的厨房的位置 其实应该我们看那个 看那个门头 那个附形图 这个 这个缝墙 可以扔掉它 这两个缝墙 可以直接扔掉它 但是如果你不扔掉 OK的 那都是够用的 这里就可以放回那个 雪櫃位置 它都已经留了这么大的 雪櫃位置了 到顶的雪櫃 是不是先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厨房看起来的话 就应该是有 呃 开间就是 三 没有三米 两米 开间两米 然后这个阔度 就应该有三米 大概都是 四个方左右 是不是先 然后回来就好 这些都是看到 都是有的 很传统的一个 L型的结构 是不是先 然后这个 304不守港 是送的 这里是我们的燃气 是不是先 燃气标 然后这个窗 是向外的 外溢的 就是采光非常OK的 好了 那就看看我们的 那个客餐厅 嗯 它这里呢 就是预留了鞋柜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 下面的鞋柜 上面的储物柜 或者两层做到 大地的柜 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回来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的位置 那 餐厅的位置 那现在这个餐厅呢 差不多正常 如果我们可以 放到 那些四人桌 或者六人桌 其实都是足够的 没错 或者你直接放个 二合一的都OK 那我们的交流 就是白色的油油 我们的砖的话 都是80x80的砖 是的 那天花呢 就是没有做过那些 花样啊 或者有一些款式的 纳标是比较普通 和比较简单的 在这里加纳标准 包括刚才它的厨柜 也是做了下吊柜 但是上吊柜 也是没有做的 如果到时大家 买了 做了家司 或者订制柜 的时候呢 可以一起去加上 鞋柜柜 餐边柜 或者我们的衣柜 就是加上一起做也是可以的 到时呢 都是找回我们起家 用一条笼包 帮我们全包了 是的 就可以帮大家 不用过来 看着他们做事 就是 你找我们起家 就可以直接 我拍视频给你看 或者今天做到什么程度 是的 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起家 现在有活动 就是送全屋家电给你们 是的 好像冷气 电视 都是送给你们 是的 看回这个露台的位置 那我们这里就是 胶脑标准的门 是双层的隔音玻璃门 那出来之后呢 这里就是比较大的露台位置 是的 露台的这个宽度 也是OK的 如果想要露台更加实用 就可以选择封窗的位置 没错 可以封窗 我们看回现在下面的景观 现在对面这栋 就是197米层 这个高度的这个写字楼 那现在都可以看到 工人都在这里施工的了 到今年年底 就是全部开始招商的 下面就是我们有四 应该是一个五层的商业 地面是四层 地下有一层 五层的商业 都是在这里动工的了 那我们再往前 这个位置 这个前面 对面就是天虹 天虹商业 我们现在底下的那些大商业 就是我们那些 街铺全部都是开了的了 那这条路直落 就是经过天虹 直落大概五百米 就是我们感乐地铁站了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 也是非常好的了 是的 那我们先看看内浪结局 OK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这个 第一 这里是我们的厕所 先看看厕所 这个厕所 然后这里就是 这边就没有玻璃 就是关湿分离的玻璃 如果大家怕整湿其他东西 就自己可以做一个玻璃 这里就是 林浴区 坐厕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洗手台 就是 它现在这样看起来 就是自己做了两个分区 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玻璃柜 就变成三分区 嗯 冲完粮后 就不会整湿自己的家 是不是 是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间房 是不是 那这间房 看起来 其实 那个面积都不算是很大 但是 都有 开间都去到了两米 然后这个闊度的话 应该就是三米 所以说 都是够用的了 这里放一张米五的床 然后 这里做一个床头柜 做一个衣柜 其实都OK的 然后这个窗 这个景色都是看着这边的 有些绿席之类的 是不是 有些绿席 有些屋羽 OK 是不是 那 看回我们的第二个房 嗯 第二间房 这里 嗯 这里第二间房 跟刚才那间就差不多 那如果正常的话 如果 因为飘窗本身是不算面积的 如果不加上飘窗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设计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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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间的话 它是比较适正 比较方正 所以 它是比较矮的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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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专的地板 那 那 看看大家个人喜欢 有人喜欢木 有人喜欢专 看看第三间房 是啊 那来到了我们的主人房 大家可以看到 一进来 这就是个凹位 是不是 其实这里可以 做衣柜也可以 那做那个衣服间 其实都ok 就是小了点 是不是 那进来之后 这个开间的话 就是比 那两间房要大很多 因为 这个是主人房 那 這裡放一張尾8的床 然後做兩個床頭櫃 床頭櫃都可以做到三面落地 所以這個房間的空間就是很足 當然這個飄窗也是一樣的 送給大家的 或者你可以直接利用在這個飄窗的位置 做一張床和平齊 你的空間減會更大些 然後這邊就是望向我們的大廈 寫字樓 好吧 我們先看看這套的價錢 我們現在也有活動 即是最後這幾座家區 如果是83平方 現在折價大概是240萬左右 正常我們首期是72萬 供的話是7800元 月供首期也不多 但是他現在正在做活動 是贈送16萬的首期給你 正常我們72萬 減16萬 自己只需要56萬就可以了 我們正常的流程就是 你先給三成的首期72萬 然後我們的手續 銀行房款之後 他就會給你16萬 直接轉到你本人的銀行卡 你先拿出來 之後便會送給你 沒錯 減給你 其實只需要50多元 就可以完成了 買到這樣三房 這個間局來說 有市場 都是比較實用的 我們現在就去旁邊 看看擺放了樣品房 即擺放了家具家電的感覺 好嗎 那我先過去 這個間局的話 就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可以直接進來 看到這個間局 他現在這道廚房 他就是做了類似半的 開放式的廚房的位置 進來之後 就這裡是餐廳的位置 放四人位 六人位都夠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客廳的位置 直接在這裡坐著這個景觀 其實也是OK的 這個開箱也是比較夠用的 我們正常在前面 你擺個65、75吋的電視 也都是沒問題的 也都沒問題的 是的 那這個路台的景 跟剛才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看著對面樓下的商業 我們這個前面的那個寫字樓 再看回內隆先 那內隆這個樣品 即是示範單位的話 他就是做好了一個官室分區的 那本身的交流標準是沒有的 那到時候我們裝修的時候 再加上這個部分 做多個堂門的設計 那這個座室是有的了 那這個洗手盆 它交流標準 下櫃有 但是上面的鏡櫃就沒有的 那到時候我們加上這個 加上我們的堂門的設計 那一起包 即是一起做 大家不用怕麻煩 找起一間一條路服務的 OK 那再看回這裡 是我們第一間房 現在他就是放了差不多 應該是一米三左右的床 米二米三左右的 那正常如果其實放大一點 都夠用 這個空巾都是夠用的 如果想更加耐用 即是更加好用 可以直接這樣放一米半的床 都可以 這個是看回大家怎麼設計的 那然後呢 這裡是一棵牆來的 這棵牆不是成縱牆 所以他現在是包了一部分 這裡就做這個房間的衣櫃 另外一部分就做對面房間的衣櫃 我們過來看看 他的這個設計 就是比較 叫做 都是好用 但是他就不會太浪費空間 這裡第二間房 兩邊都是這樣的衣櫃的形式 他現在這裡就是加上了飄窗 或是甚麼設計 所以他這樣做了之後 這裡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那就看看大家怎麼設計 如果想要直接買一張床也可以 或者可以這樣設計 也可以 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先 這個主人房的話 他就預留這裡有我們的衣櫃的位置 那是沒有問題的 直接做到頂其實是夠用的 這個主人房 我們現在是放了是米八的床 米八床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做到三面落地 都是沒有問題的 八十幾個平方 那飄窗的位置 我們可以放一個 就是這樣設計 放個電 或者你上面其實可以直接做多個櫃 就是大概有四十公分左右高 可以做個櫃 就是好像我們放一些護膚品 或者你放書 放甚麼 其實都是可以的 看看我們怎樣來設計 怎樣來利用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是的 沒錯 那看完這兩個實績 現在大家可以看看我們剩下的兩個大職 我們待會見 是的 Hello 我們現在就和米來做了第二個職 先簡單地看一下這個護形圖 這個是95個房 三房兩廳兩位的一個結局 然後這裡進來 進來之後就是第一個房 然後這裡是客廳、餐廳、廚房 這裡是一個南北通的結構 然後這裡就是第二個房 第三個房 這裡就是廁所位 這個廁所在這裡是套巾的位置 OK 那我就看看這個裡面的格局 嗯 一進來看到了 哇 這個做了一個鞋櫃的位置 就是這種很少見 一進來這邊正對著鞋櫃 是的 比較方便 是的 比較方便 然後到時候這裡 大家都可以設計成 做一張椅子在這裡坐 因為都有空間 做一張椅子在這裡坐 在這裡換行 OK 我們來到第一個房間 哇 這個房間看起來就 有些細的感覺 嗯 如果加上飄窗 其實做到1.5米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的 加上飄窗就沒有問題了 是 因為我利用在這個 送的 是不是 送的 是 那 做一張床 在這裡 利用在這個空間 好像剛剛那個塔塔米 就完全用了這個空間 那放一張床大概到這裡 那這邊呢 還有一米多的距離 可以做我們的 衣櫃 那個梳妝桌 那些 是 如果女孩子多的情況下 就可以這樣做了 是 是 那來到我們這裡的 這個是客廳 客廳的位置 這個客廳差不多有 4米左右 4米 3 4 OK差不多 4米左右的空間 那這個開間其實也是比較闊的了 是的 到時候看看我們自己怎麼設計 擺個1 2 3 4 四人位的梳化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長度和這個闊度都是OK的 是的 最主要是那部電視可以擺大一點 是的 因為有這麼闊的開間 在這裡 是 來吧 爐桌 爐桌 爐桌也很厲害 可以 前面就是天紅 這個地方就是天紅 底下這些商鋪 剛才大家可以看的 這裏商業非常旺 這條路直落的話 這裏過去直落 就是500米 就是我們的地鐵口 錦龍地鐵站 哇 這個位置真的很方便 這個景色也是OK的 是的 視野很開闊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在七樓 所以這樣看出去的景色也是可以 如果你喜歡選擇高一點 高一點的 那你那個景色會更加OK 更漂亮 是的 再來看看我們這個廚房和我們的餐廳 是的 那先看廚房吧 好 好的 那廚房的話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L路形的設計 但是 它這裏佈了一個很大的雪櫃位置 是不是 哇 這條雪櫃可以放到應該有米幾 正常我們雪櫃都是90個方座 90 90厘米左右 那我們可以放大一點點 雙開門的雪櫃 是不是 那這裏就是造桌 哇 這裏就可以到時大家弄個 消毒櫃啊 四碗機啊 都OK的 那這裏就是 我們的死手桌的位置 是不是 OK 那這裏也有個窗戶 是 哇 這個窗戶是看我們的平山河的 哇 一邊煮菜 一邊看河境 OK啊 這個 哇 這個餐廳的這個景真的好美啊 看著這個河境 是 平山河的河境 那看回大家 如果說這裏是七樓 你看著這個湖境 就是很靜很舒服的了 如果你高一點的話 你看遠景就漂亮 如果想看回湖境 就是低層一點 六七樓其實都OK了 是 沒錯了 好看 這裏就是餐廳的位置 是不是 大家可以放一張 一 二 三 四 四人位 完全足夠 不 這邊是四人位 加上是八人位 說錯了 可以坐到八個人的大廳 對 到這裏 做到這裏 放個八人位 OK的 這裏 這邊 做一些酒櫃之類的 其實都OK的 就好像剛剛這樣 那我就來看回這邊先 這裏是我們的第一個廁所位 那 這裏是沒有做那個三分區的 那這裏可以理解成一分區 一分區有很多不好的就是 最大的不好處就是 你在這裏 沖完糧 你出來之後 那個腳濕了 那你就會 整濕了自己的廳 這些位置 建議大家 都是做一個 兩分區後 三分區後 這裏做個玻璃門 就是在這裏洗澡 其實可以看得出 就是有些 紮紮的 不過都勉強的 OK用的 那 當然這個廁所這邊 都是對著外面的 都是可以看到這條平山河的 是看得很舒服的 平時打開窗就OK了 只剩下窗簾 是不是 那我們到了 接著來就看我們的 第一個房 第二間房 是的 第二個房 這裏第二間房 就跟剛才的相對比 會大一點 正常我們可以 放到一半的床 不需要做一個 一半的床 都可以一半的床 這個位置 我們預留了 有很大的 這個衣櫃的位置 再看外面 哇 這個景真是 看足了這個湖景 就是平山河的河景 哇 它前下是沒有遮擋的 哇 即是你起床 你看出去的景 視野又開闊 看多些綠色的植物 其實對眼也是非常舒服 是的 沒錯 這個景真是非常好 看回這裏 第三間房 主人房 是的 那主人房這裏 就是有個套廁 是的 先來看一下套廁 哇 這個套廁就比我們 第一個廁所大了很多 其實 這裏做個馬桶 然後這裏做個臨浴巾 都是一樣 建議大家做個玻璃 做個兩分區也好 三分區也好 其實 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這樣覺得 這裏是座廁 這裏是死掃桌 然後這裏是鏡 同樣 這個窗 窗 這裏都是名窗 看回出去 都是我們的平山河境 哇 非常之OK 那再看回 看回我們的主人房的結局 來了 哇 這個主人房其實都很大 主要是它有一個 這麼長的大飄窗 哇 贈送的 是的 那些護形講得最多 就是這條飄窗 所以說這些護形 其實是很實用的 實用率可以大約去到了95% 沒有錯 它送的東西多 那你出的錢就少了 是不是 是的 那這裏95平方的話 做到三房兩個廁所難不對留 我們之前其實五座剛剛開始加推 上一條片我們有介紹了 95的時候剛剛加推 應該是過兩月的時間 95就已經全部賣光了 這個也是今次錄動的這三個單元 最後的加推 我們先看看這個價錢 如果是95平方的話 大概如果是總價約是260萬左右 正常如果首期三成是78萬的 貸款月供是8500元 那這個95也是有做活動 也是有贈送的 是送20萬的這個首期 也就是說我們正常給了78萬 我們銀行貸款做完之後 開發箱就會直接打到你本人的銀行卡 20萬送給你們 是的 等於是自己只需要拿58萬就可以了 剛才三房那個就56萬 這個三房兩個廁所就58萬 差2萬元 差2萬元 所以就看大家怎樣選 但是這個大跡其實賣得比較好 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一定要盡早過來這邊看 待會還有一個113大的四房間的間隔 也是最後絕版最後十套的單元 給大家 我們待會再見 嗯 OK 我們最後來到最後的一個大跡 是113的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個戶型 113平房 然後是小房 兩廳 兩個廁所 這裡進來之後 右手邊是廚房 這裡是餐廳 這裡是客廳 這裡是餐廳 餐廳和客廳是一體的 不是廚房 然後這裡第一個房 第二個房 第三個房 第四個房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套間 然後這個就是第二個廁所 就是這裡 OK 那我們先看看那個內廊 好啊 那 哇 進來之後的話 就 進來之後就看到了我們的這個 書房 應該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書房 可以做書房 或者可以做個客房 都可以 沒錯 就是看大家輸了 書房浪費了 是書房浪費了 但是它有四個房間 是的 如果 這裡做了那個房間之後 你有很多朋友來玩 哇 你們可以一起玩得很晚 不用在外面住 是不是 是的 如果是做 如果是做房間的話 就在這裡擺一張床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這裡做一個門 這樣 然後出來我們 對面這裡 就是我們的一個廚房位置 可以看到它現在就做了一個 這個什麼 鏡 這個 還是收納櫃 這個 這裡其實可以預留冰箱的一個位置 是的 它現在做到這個櫃其實都可以 當然 這裡是我們的做頭 操煙機 然後 上面就很普通的 都是做了一個吊櫃 然後這邊就做了我們的一個 死手台 對出去的話就是這樣的景觀 這兩個窗眼其實都是名窗 所以說在這裡煮菜 非常之OK 嗯 嗯 然後到回來我們最重要的環節 餐廳了 又是等吃的我 是的 我說 阿May來了 喝茶了 OK 表現不錯 謝謝 是的 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說會客很多的情況下 那這邊就可以做一條 就像他那樣的酒櫃 是 放回你們那些SEO 什麼Henny C 是不是 這樣就客人在這裡 就直接拿過來就在這裡 他這裡都放回一張 四人桌的餐位 其實這個是一體的 是一體化的 是 因為他本身做了類似巴桌的設計 再連起來 那如果正 即我們如果常規的話 就是如果在一面牆這裡 你正常可以做到一個大的圓桌位 是的 或者可以放長桌 其實都是舊的 這個空間 你這樣擺 你這樣擺 這樣擺的話 就是長桌就可以了 是的 這樣就可以很方便 這裏主員就拿過來 是不是 一邊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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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裏就有一個飄窗位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一看到這個面窗的話 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 很 很容易理解的 南北通透的一個護形 是不是 那說回這個飄窗位 這個飄窗位的話 全部贈送的 不算你面積的 可想空間很多 真的 是的 這個可以 上面你可以做櫃 因為其實你做到40公分的高度 你做櫃 正常我們可以放些東西 其實也不會影響這個採光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四十大塊就是到這裏 我們的窗都是在這裏 所以一點都不影響 來到我們的這個廳 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廳 哈哈哈 主人廳 主人房 笑死 走廳的位置 是的 看到這個開箱 這個開箱很寬 有四尾 三百二十三 四百 三十二 三尾五 三尾五 四尾沒有 三尾五 是有的 是 那這裏可以放到75寸 100寸的電視 那你有這麼寬的開箱 你坐在這裏看 都一點問題都沒有 是的 那就倒回來 轉圈看一下我這個陽台 嘩 嘩 嘩 這個陽台很長 這個陽台很低 那當然啦 陽台也是記了面積的 那陽台越大 就證明我們 屬於越多 沒錯 就是越 越底 越底 沒錯 前面就是剛才你說過的平山河 是的 這裏就是我們那個平山河 因為它現在還在這裏 告鬼 所以看它們的景色 可能就沒有那麼OK 但是它之後我相信它一定會很漂亮的 是的 是的 所以進去看回內廊的格局 內廊先 是的 它這個戶型真的很大 還有它很致正 是的 嗯 那這裏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廁所 因為總共兩個廁所 那先看看我們第一個廁所 都是很簡單的一個三分區的設計 那可以看得出它這個廁所的話 空間當然很足 那 那 度過去的話大概就是米5 對吧 然後這裏有座廁 這裏有淋浴間 這個窗眼都是外窗 明窗來的 然後這裏就是我這個洗手池 鏡 就是一個三分區的佈局 OK 那我們就轉回來 走我對面去看回我們的第二間房 是 這裏是第二間房 那現在呢 可以看到這個是比較方正的 它現在這張床呢 是放了一米左右 正常我們放到米2 OK 如果你是這樣 這樣橫著來放的話呢 我們其實加上那個標準 做到米半都是沒有問題 本身這間房的空間感呢 其實都是比較大的 看回外面呢 我們對面天紅 我們的綠化 這個景色其實都是闊的 光線非常之好 是 看回我們第三間房 是 那這裏就是我們的第三間房 就是 它這個樣板示範單位 它裝修出來的 其實是一個兒童房的感覺 可以看到 它這裏做了一個塔塔米 然後 應該是米5的床吧 米5的床 但是我們如果說放回米8的床 其實它都OK的 米8的床 大家可以放回這裏 這樣就 沒有了床頭櫃了 但不要緊要 可以好像它這樣 做回這些這樣的事情 因為是小朋友住的 對不對 OK 那這裏就做了書房 書桌 書桌 它這張書桌的話 做了米5 所以你這張床 打出來米8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裏就是我們的 這個衣� 在這邊 OK 看回我們的最後一間房 最第四間就是主人房 它是套房的設計 進來之後 首先是來到我們廁所的位置 廁所位 它也是做了關室分區的設計 關室分區 說真的我自己站是OK的 我覺得 企光位就mini了一點 就不算非常之大 跟剛才那個 第一個廁所相對比 我們坐設我們的鏡櫃這些地方 也都是有的 即是上面的鏡櫃是沒有的 到時候我們自己再裝一下 再做 對了 出來就是我們的房間 對了 這裏就放了一張 尾八的床 哇 它尾八放了尾八之後 放了尾八的床之後 先目測一下 這裏的開間應該就有三米五左右 然後這邊到這邊的話 就肯定有四米 有三米都是三米左右 大概都是 算是九個方就差不多了 主人房 這裏不包括套間位都有九個方 哇 什麼概念啊大哥 是啊 看回外面的景 也都是看我們的 平山河 是 當然啦 這個平山河 都是看著我們的平山河 這條平山河的話 都是很長的 剛剛說了 政府耗資七十億打造的平山河 哇 所以它整個這個長度 還有它會有那些休閒空間 是 散步 綠度 那些真是很美 那你看回這套價錢 這個113平方 是已經屬於絕版的了 剩下最後的十間 那就是113做到四房 藍不對樓的這個間局 就是非常之罕有 這個戶型的實用率非常之高 那你看回一下 讀門讀戶的 那最後十間呢 其實開發商不是很想賣的 那真的說真的 它不是很想賣的 這個價錢 都沒有什麼非常 就是不像一些細織 有些比較靚的 就是送手期 這個就沒有的 那它現在 113平方的總價 就是373萬 首期112萬 貸款呢 月供就是12200元 那正常按照這樣的間局 這樣的地段位置配套來說 的話呢 百多萬的首期也不算多 是的 110多萬的首期不算多 逆觀是萬多元 但是你說的是 113平方實用率 差不多去到9.5成 是的 實用率非常非常之高 送了很多飄窗 沒錯 因為它很多都不是城中場 你可以改 或者你想改大一點也可以 你直接改成好像剛才那樣設計的衣櫃 也都可以 它是比較靈動的 靈動 沒錯 你說小個房子你欠多 你改三房 好舒服 三個都是超級大的房 靈動性很高 具體點 你現在都是看我們的朋友仔 是不是 是的 我們本身這個沙湖 之前亦都有介紹過給大家 這個盤呢 基本就是有地鐵口 自大有商業 周圍商業配套又非常之旺 是的 我們剛才都帶大家去感受一下 天雄那些商業 周圍那些商業 都帶大家去感受一下 感受過的了 這個盤可能最大的缺點就是 就是交流時間 就是要到去到25年的年底 就是要到明年的年底 但是呢 它今年的年底 就為所有的商業 和那些寫字樓 全部開始統一招商 是的 這個可以剛才看到 樓下那些工人一直都在動工 是的 非常之勤力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這個會不會延期交流的問題 是的 除了這個缺點 我其實都沒有什麼 就是想不到其他什麼缺點 我們之前也都介紹得很詳細 之前的那個樓盤 就是我們的上一條視頻 上一條視頻 是的 都是很清楚介紹了很多東西的了 那今天呢 我們新家推的這三個職 都已經和大家分享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樓盤 這個戶營這個間局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隨時聯絡我們了 是的 我們視頻上方也都有兩個碼 可以用手機直接掃描 WhatsApp或者VChat我們的 評論區下面有一條鏈接 店的東西可以電話聯絡我們 我們起家一日都有團出 我們的車就排在關口 每天是包摺包送包米餐 包米餐 還有就是你買我們 買新屋呢 我們是全部送全屋家電給你們 是的 所以找起家一定有好處 如果擔心那些裝修家電的問題 不用擔心 找起家一條龍全部幫你包完 那我們今期視頻就是這樣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